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到 拍照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手势来盖住你们的脸 或者在一个 group 你们就有多远就跑到多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医生 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 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现到拍照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手势来盖住你们的脸 比如来说会有一个 V 这个型 这个型都可以 或者在一个 group 你们就有多远就跑到多远 为了脸看起来比较小 有时候 甚至我自己 我拍照的时候 我会不要 post 片 我会交给我的老婆来帮我 edit我的照片 很多时候 如果你拍完照片 不能马上去 post 你要去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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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要让你的脸随为人要收拾 从我们一每一生的角度来看 不用开刀的方式来弄到你比较小的 比如来说有些氧气会比较大 我们就会建立打肉赌啦 脸看起来比较短 如果你拉长一点 就是你填你的下巴 脸也会看起来比较微小 有时候 我们去质询顾客 如果脸比较宽 脸颊也会比较平 比较傲 就看起来比较大 可以填脸颊高一点 脸部都会看起来比较小 另外一个也是可以考虑就是 如果你有镜子在你的前面 你用你的手推上去 你也会看到你的脸部在这一边会比较小 我们每一年老的时候 牛色胶原蛋白也不一下垂 都会看起来脸比较大 如果你有提升 你用某些的疗程来吃进胶原蛋白 给它紧直 提升上去 脸就会自然看起来比较小啦 你去看你的照片蛮蛮有趣的 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有做这种的手势 就懂要叫他们去哪里的承索了 在这里我就祝大家可以拍完照片 快快去post了 不需要花时间去adv 不需要那么多手势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咨询我们哪一位的医生也没问题啦 谢谢你们看我们的video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